根據美國心臟協會雜誌星期三發布的一項新研究, 日常使用大麻會增加心臟病發作或中風風險。 研究發現與不使用大麻的人相比, 每日使用大麻的人,心臟病發作的可能性增加了25%、中風的可能性增加了42%。 即使是較少使用大麻,也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發病的風險。 每週使用大麻的人,心臟病發作的機率會增加3%、中風的機率會增加5%。 研究人員指出,大麻燃燒時會釋放出毒素,類似於煙草煙毛中的毒素。 研究人員還發現,即使在從未抽過香煙或電子煙的人群中, 大麻與心血管疾病之間的聯繫同樣存在。 研究人員呼籲,患者與政策制定者了解大麻使用的相關風險, 特別是大麻在許多州合法化後,人們對其風險的營資正下降。 天下衛士傑仔編輯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